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及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人员 包括是一些生命科学的教授和工程师一起来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照片 那有两个住宅楼来组成 它是18层楼 那右边是26层楼高 左边是18层楼高 那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来分析 这个相对较高的这张楼里面的一些生态 因为我们其实发现这样的一个垂直的一个建造 主要是整个城市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说我们是研究了在城市中心的一些情况 这个是当时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从16层楼 从这个大厦在去年6月份16层楼造出去的一个景观 那这些立面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那主要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这个树呢 是有种到6米高 同时我们在这边也是有很多 包括树和植物进行相应的综合性的一个种植 也就是说我们呢 当时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种植绿色的植物之后 那我们呢 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这种特殊的一个方向去做 种植 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希望这个 把它种植到所有的这个立面的一个相应的高度 那主要的一个研究当时的问题 主要是来针对于到底这种垂直的森林到底是怎么样 它的整个原理是怎么样子的 好 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回答的话 我们有四个目标 同时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一些方法论 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去了解用的植物 这个农业学和建筑学 同时我们第二个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高度 来采用这些树的种植 第三 我们希望做一些衡量 看一下它的一些维护的成分和活动 最后一个呢 就是看看整个范围当中 它的能源的一个能源的一个表现 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我们呢 有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之前是访问了这样的一个 A建筑 同时我们也是考虑到有多个建筑的周期和这个时间段 那首先来看一下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结构 是用加强型钢筋混凝土来有三个柱子来做到一个支撑 那它的一个总的深度达到3.3米 我们看它的一个外立墙非常的简单 它只是由一个绝缘层来保护的混凝土墙 那同时我们上面的这个板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通风坐在里面 那当时我们的植物主要是种在外深的阳台这块 那我们也是事先就已经预植好了这些植被 这些植被 那我们把它是分成了三种 根据它们的这些本身的一个大小和整个盆栽 或者是盆的它的一个大小来分 首先最垂直的就是有一万 总共有一万两千个植被 其中有七百个 那这两个这个塔当中或者说大厦当中都有啊 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说有一些选择的标准 但总的来说 其实它的一个树 其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抵御一些相应的这个风 同时呢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噪音 而且不会产生过敏 也不会有很多的一些额外的灾害 或者说短处 所以说对我来说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对于这些防倒的安全系统 就是我们必须要防止这些树倒下来 那我们有三个相应的工具来做 首先是临时的一个捆绑 那在这里面包括了三个相应的这个带系统 那我们呢是希望能够把这些这个植被的底部 或者说它的容器的底部进行固定 那我把它叫做是暂时性的 因为它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张力会缩小 尤其是这些去树成长之后 它的张力会变小 那另外还有一个基本的基底捆绑 那这个呢是最主要的一个所有的固定系统 那这里面其中包括了它的一些这个树干和其他的树枝的一个捆绑 那同时也是希望把它坐在整个阳台的顶部 同时呢也有三个弹性的一个带 那主要是用来固定它的树干部位 同时也是用来固定这些裂的树干部位 好最后我们就是一个冗余的捆绑 那么这里面呢是包括了三个龙形的装置 那在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整个树提供一个总体的固定 这样的一些装置呢是它的安装的目的 或者说它的一个安装目的 就是这个树还没有种植的时候就把它安装起来 那针对这些树如果处在风最大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固定 这个就是最后一层楼的一棵树 当时我们是没有基底固定的一个装置的 第二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去证明这些树 根据不同高度和不同方向它的一个种植的有效性 那这一步骤当中我们分析了27棵树 那在刚开始的时候 2013年的6月份开始的时候 在A建筑在北面当时还没有任何的树的种植 所以呢我们把第一个18层把它分成三层 三个等级就是低中高等级 同时我们也是决定去分析所有的大类的树种 大型的这种树种 那我们呢是做一些衡量 那来衡量这个树的一些营养成分 是否达到了这些顶部的树叶部分 同时也考虑它的一些这些这个环境的一些因素 那同时那我们发现用了一些相应的SPAD 和等等的一些宏观营养的这个树叶的研究 同时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做了两次测试 2013年的时候做了两次测试 那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一些结果 我们稍微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叶绿素 它的含量 那我们呢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叶绿素 就可以非常早的就可以发现它的一个树的营养的问题 因为肉眼是不足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营养不足的情况 那另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它的一个宏观的营养情况 要看一下整个树 它到底是不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营养供给的状态之下 同时它的一个这个荧光或者说叶绿素荧光剂 那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的一些叶绿素的营养成分的监控 那另外还有它的重金属的含量 那能够帮助我们描述在树叶当中的一些重金属的含量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对于树的一个污染情况 虽然说所有的这些数据 那其实其中都展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数据 但是总的来说 其实我们发现它的一个方向和高度 其实不会影响它的一个营养成分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树中的矿物质化还在继续的进行中 我们再看第三个目的 我们要评估维护的费用和成分 来看这样的一种做法 是否可行 那我们进行了一些访谈 我们跟操作员进行访谈 来了解 那么每一棵树 它的这个修剪的成本呢 是会在地面种植的三到六倍 在左手边 我们看到维护要两方面来进行 首先呢 就是它的 从外部每一年修剪一次 从里面每年修剪三到六次 那会需要一些绳索进行这样维护的工作 那么在垂直方向的树 它跟在地面的树的维护成本比呢 是三到五倍 所以这个是比较昂贵的 然后我们来计算一下水的消耗量 因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要很好的浇水 来才能够保证作物的正常的生长 那么它会增加额外的成本 那我们的开始的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要计算这个蒸发量 我们也通过国际的一个标准来计算 蒸发量 我们有两种方法 来计算 每一棵树 它所需要的浇水的量 首先呢 我们是用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来看每一棵树 它需要的水的量 第二种方法呢 是计算景观 种的植物所需要的水的量 那么用这种方法呢 我们会考虑到 米兰它的风量 为什么这一点也是这么的重要呢 因为风 在这个垂直不同的高度上 它的风力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也会影响水吸收的能力 那么水量也就会有区别 比方说这样的一个欧洲举树 那么它在八层楼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过程 来计算它每一年所需要的水量 那么在七月份是夏天 我们用第一种方法来计算呢 它要1.44立方米 那么同样的一个条件 同样的数 但是我们用第二种方法呢 它是1.4立方米 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计算 因此我们发现 用这样的一个调整 因此第二种方法呢 它可以带来更好的价值 因此我们就用第二种方法 来计算不同的这个楼层的数 它所需要的水量 在我们的所有的计算之后 那我们就得了从两层楼 一直到25楼 它在比较温暖的天气里 所需要的水量 是随着楼层的增高而增高的 最后的一个目标 是要了解这个维护结构 它所需要的能耗 那我们做了一个模型 用了这个A楼 我们呢用了一个软件 一个仿真的软件 那我们为了做这个软件的模拟运算呢 需要几个关键的数据 首先我们需要这个几何的尺寸 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建筑的 建材的几个层次 那其中的一个参数是LAI 也就是树叶面积指标 那么所有的 我们是按照一个单位数 单位数页面积来做这样的一个计算 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仿真 然后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等式 那这个是计算成各种各样的相关系数 包括太阳能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系数 那么这个是举例第六层的数据分析 在这些数字中 也是一个没有树的情况下的计算 而C呢 是这个没有露台和没有阳台下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消耗 那我们可以看到太阳能的辐射 夏天和冬天的区别 以及它取暖和保温的或者是冷却的需求 那我们可以用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来看每单位平方米 那么在夏天 我们能够节约68%的能源 把它跟没有树的相比 可是在冬天呢 却比没有树的建筑物要消耗更多的能源 那我们刚才进行了 ACOP的系数计算 它是热泵的系数 我们这个系数得到的数字呢是2.5 同时呢这个能源效率比例 冷却它能源效率比率是3.5 那我们再把它算在三种方案中 那么在真实的情况下 也就是有露台和树 我们把它跟另外B和C两种情形相比 我们可以看到A和B的能源消耗是一样的 那么再看暖通系统 每一年的这个电能的消耗 我刚才也讲了是7.4% 因此它主要的这个好处 是主要是在夏天 而露台呢比数在降低冷却的需求方面 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也要强调刚才我们所做的这个LAI的指数 也就是树叶面积指标 在2013年这些树它的成长的 比较低的成长的发展的阶段 那么随着树叶变大 它会增加阴影的面积 那么这个相关系数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计算 还是在各种情形下都是有效的 我们做一番总结 经过了我们两年的研究 我们用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论 证明这个植被的项目是非常的成功的 而农业技术的使用 以及防止坠落的安全方法 也是很奏效的 那我们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历史数据的收集 了解到最重要的指标 我们用了两种方法 这些树所需要的水量 其中的一种方法 它更加的有效 此外呢我们还 还了解了这个能源的使用效率 我们计算了LAI 也计算了植被的相关系数 另外呢我们还预估了一下 维护的成本和费用 那我们的一个结论呢 是这些垂直的植被生长情况良好 那这个项目是非常的出色的 另外我相信 那我们这个树 它能够起到一个绝缘的作用 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技术 我相信 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所有的人士 他们都非常的创意 能够为未来的高层建筑的植被的发展 做出一些贡献 我也想感谢Anthony Wood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项目的机会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很高兴成为这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感谢我们的赞助方 感谢所有参与的专业人士 尤其是要感谢 让我们做所有这些计算的相关人员 非常的感谢 非常的感谢 感谢 非常的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